金字塔在地球上算得上是几千年以来非常典型的建筑,因为这是古埃及人们在远古时期打造出来的文化遗产。 当古埃及人们在地球上消失之后,这种高级建筑一直还在古埃及区域中存在,吸引了很多科学家前往探索。 然而在这研究过程中,我们都知道这种金字塔在几千年前来说,根本是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建筑水平,并且按照目前的人类科技去分析的话,这种建筑依然能够在地球上有着很多不同层次的神秘感。 当我们的研究人员去探索这种神奇的建筑时候,在这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不能够用科学去解释的宫典,比如说在这金字塔中,按照当年的科技水平,以及人类的劳动力去分析,根本不可能有着那么高深的打造。 就在很多时候让研究人员去推测,在地球上建造了金字塔的部落,根本不是当时的人类,而是来自地外星球上的高级文明。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,一直让神秘的古埃及没有停止过被科学家的研究,毕竟在四千多年前,能够利用三角形的混进器,在建筑上的高端运用,以及重量达到几十吨的石头,用于打造建筑物。 根本不是一般的人种可以想到,就当研究人员在这过程中有着不断推测的时候,在目前的古埃及区域,发现了失踪了两百多年的金字塔,离奇出现在沙漠中。 经过研究人员的推测,能够发现这所金字塔确实在地球上消失了二百多年,很有可能当时被淹没在沙漠中,沉寂了二百多年之后,才在目前出现。 而这很有可能打开古埃及的金字塔弥团,期待在这之后,还有很多不同程度的发现,去打破我们人类心目中,长达几百年的疑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